來賈函 Take 1 我是一般的那個 就是體育老師 從來沒有跟過這個劇組的拍攝 拍片實在太難搞了 我自己覺得拍完我就奧彌陀佛了 他們殺青 我覺得有點像我自己代球隊 得了冠軍那個 那一剎那 通常在最後一個禮拜都是 滿水送火熱的 我們最後一個鏡頭 是拍到就是太陽下山了 我們不能再拍了 手工把開 第一次表演吧 我不知道 下戲到底是什麼 開拍前說要減重 所以我那兩個月都沒有吃到麵包 然後麵包吃進去後才發現說 我好像真的殺青了 對演員來說 這是一個很殘酷的方式 你一開始用盡方法 然後讓演員能夠盡量投入 把他的戲演好 然後最後一點拍完就 OK 收工 拍完一個作品 我都需要跟自己和解一下 我一般殺青後幾天都不做事 也沒辦法看電影 沒辦法看書 就有一種結束一段感情 然後我要把它放手 然後就在路邊哭了 一包衛生紙吧 差不多整整半年的時間 才覺得這個角色 真的慢慢慢慢被放下 但是又覺得不捨得 等拍完拍完了 然後再等會不會 到底會不會上 就像知道擋寫 也會覺得 怎麼幾月還不到還不到 預告片出的時候 開始傳給親朋友 說這是我做的喔 你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當然會希望被世界看到 被大家看到 當你回過頭去看這個作品的時候 你會想要趕快把它關掉呢 還是你會一直重複地看著它 做完的時候 在影院裡面試片的時候 所有人都在配合到 整個畫面的時候 你自己看了都有點感動的時候 那一瞬間你就真的是 雞皮疙瘩就起來 心中那個拍電影的靈魂 還是有點燃的 哇 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